佛陀的倫理学 佛陀的倫理既不是为人类功利主义的目的 而发明的人为或者独断的标准 也不是无缘无故的设定 人为的法律和社会的杂相 也不足以作为佛教伦理的基础 今天的世界是一片混乱 传统的价值被推翻了 唯物的怀疑论已经辐射他们的力量于传统上的道德观 但是 还没有任何的关心文化和文明的人 注意到实用的伦理课题 伦理和人类行为不可分割 因为伦理学是人类的行为 这是有关我们自己和我们同胞的关系 对伦理的需要是源于人不是天生的完美 他必须训练他自己以达到完好 如此 道德成为每一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佛教的伦理 不是为了人类公利主义的目的而骄游造作 或者以独断的标准任意发明出来的 更加不是无缘无故地由人自由设定出来的 人为的法律和社会的杂常 也不足以作为佛教伦理的基础 举例说 衣服的形式是为了适合于气候 时代或者文明而定的 但是可能对于其他的气候 时代文明来说是不适合的 但是这些完全只是社会风向的问题 并不卷入任何伦理的考虑之内 然而 人为的社会职责 却继续地在那混淆着 有效而且伦理不变的原则 佛教的伦理基础 不在于不断改变的社会风向 而是在于不变的自然律 佛教的伦理价值根源上 就是自然界不变的因果律 即是业的一部分 佛教伦理事实上就是根植于自然律 才使得它的原则 变得在现代世界中有用 而且令人可以接受 事实告诉我们 超过2500年历史的佛教伦理发典 并未因为时间的消适而有减损 佛教的道德本质上就是讲实用的 它只是导引我们走向以永恒幸福为最后目标的工具 就佛教的自我解脱而言 每个人对自己的幸福和不幸都有责任 每个人都要为自我的救拔而独立地奋斗 他不能依靠外在的大力 佛教的救度是个人业力或者意志力的结果 既不能够强硬送给一个人 也都不能够由外人去赠予 佛陀的使命在于啟悟人存在的本质 并终谷他们怎样做好自利利人 因此佛教的伦理不是以奋令去强迫人去信从他 佛陀只是忠谷人们 怎样的恩怨对长期的利益是最原容和最有益的 佛陀不愿意用诸如无耻 这些邪恶、卑鄙、无价值和冒足等教训罪人的说话 他仅仅说你愚笨地做这一种事 徒然是比你自己和他人痛苦而矣 佛教伦理的学理表现在不同的界条的修词之上 这些界条或者教会 不过是要引导佛教徒进入最后的解脱 虽然有很多界条或者规则 表现成不做这些或者不做那些的形式 但是我们不可以因此以为佛教的道德 是既不作恶亦不为善 所有界条的道德可以浓缩成为三个简单的原则 是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自正其心 这些是诸佛的教界 出自《法据经》1883解 佛教对善恶之别的界定非常简单 所有的行为 如果是基于自私而生的贪 贪 贼 贼 及其衍生的种种损害和自我错觉 都是罪过来的 不善巧的 或者是坏的 这些行为 叫做恶业 所有的行为 凡是基于德性 智慧 就是有功德的 善的 和恶的标准 适用在身 口 意的行为上面 佛教伦理 奠定在意图心 和意志力上面 佛陀说过 业就是意志 行为本身 无所谓善与恶 善恶 是思维造成的 然而 佛教伦理 并不主张当一个人犯了某种传统上的罪的时候 同时 又承认他带着最大的善意 如果佛教执持这种立场 佛教将受有于心理学的争执 同时使得伦理行为的规制 变得无趣 而且损失了解脱的意义 思想和行为两者关联 心和心的行为 都是思想的延展 一个人不可能带有善心去犯谋杀案 因为杀害生命 就是由于心中的亲恨 所主导的向外表现 行为是由思想压缩而成的 正如雨水是由精气所压缩而成的 行为是思想造作的表现 他们公然造作的行为 其实早就在内心 潇潇默默地酝酿了很久了 一个人犯了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就无意于宣布了他无法摆脱不健全的心境 同样地一个人他已经有了 纯正和清朗的心 除去了所有污染意念和感受 他不可能再去犯任何不道德的行为 佛教的伦理也都理解到客观道德的价值 换句话说 业果的行为发生是按照自然业力 而无关系到个人或者社会对这个行为的态度 举例说 醉酒有业果作用 这一个是罪恶 因为它助长了个人的不愉快 同时对他人也都不愉快 不管那些酒鬼 或者他的社会 对喝酒的习惯如何 醉酒的业效 还是存在着 流行的观念和态度 并没有减选 并没有减选醉酒 是恶的客观性 这种结果 心理上的 社会的 和业力的 造成行为道德 或者不道德 是无关系对这些行为判断的心态 论理固然不离相对论 但是这是不减选价值的客观性 宗教 时常劝人 不要喝有害身心的酒和吸毒 高度文明的社会 亦都谴责喝酒有害 无疑地喝酒是坏习惯